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星期二报纸刊登了新冠病患的肺部扫描的影像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肺像碎石路的阴影 然后如果有一个什么仪器可以显示出我们对上帝的心是如何 这仪器可以显示出什么占据我们的心呢 请问我们是否知道神有没有在你心中 请问是什么占据了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 接下来我要分享一个见证一个真实的故事 是关于一个三十一岁的姐妹如何违转 转向上帝和耶稣的真实故事 这位姐妹说在她二十六岁时五一天 她与一群朋友喝酒 当时其中一位朋友把她前同事介绍给他们认识 这位朋友的前同事有阴阳眼 她能看到平常人所看不到的灵 而这位阴阳眼的女生就告诉我们的姐妹说 她的周围有一些灵跟着她 这是因为当时这位姐妹沉溺于算命 尤其是紫微斗数 她替别人算命也让师父算她的命 这位有阴阳眼的女生就告诉我们的姐妹说 那些灵要帮她 其实就是要用她 这位有阴阳眼的女生接着就问姐妹说 她是否有宗教信仰 而这个姐妹就说 她是基督徒 但没想到 这位有阴阳眼的女生却说 没有 你心中只有你母亲和你的宠物狗 神 没有在你的心里 这是 这个姐妹第一次见到这位 有阴阳眼的女生 而她却可以这么准确地说出 姐妹心中的情况 比那些算命师还更加的准 姐妹听到这位有阴阳眼的女生 这么说了之后 她内心很愧疚 承认她的确没有把神放在心里 她很久没有回到教会 很久没有读圣经和祷告 她相信神和耶稣是真的 但不想太靠近她 就是一种提款机概念 有需要时才找她 不需要的时候就不会想起 因此她就望着天花板心中默默地说 神啊 很抱歉 她没有看到您在我心中 没想到 这位有阴阳眼的女生就接着说 她看到了天使 这天使要告诉我们的姐妹 她要她停止算命 因为姐妹的名字已经在神的生命册里了 想不到 神竟然接着一位都不知道什么是生命册的佛教徒 来告诉我们的姐妹关于生命册的事 经过那次之后 姐妹有考虑停止算命的事 但因为完梗 就没有完全停止算命 直到另一件事情的发生 当然在目前我们又继续讲这一段 如今这位姐妹已经完全停止算命的事 也戒掉烟酒和许多坏习惯 这姐妹现在尊上帝 神为主 为神 除了读圣经 上帝的话 不停地祷告 也常常与她的朋友和周围的人分享福音 让朋友认识神 这见证是从一份共七月的见证栽录出来的 主要讲这见证的目的 就是引用这位姐妹 她的这个朋友有阴阳眼的女生讲的话 那么不可思议又这么惊人 神竟然接着一位佛教徒 来告诉这位自称是基督徒的姐妹 她心中没有神的生命光景 从刚才所听见的见证 这位姐妹在还没有悔改 归向 归 回转到神和耶稣的时候 她心中只有她的妈妈和宠物 没有神 那么请问您是被什么充满您的心呢 请问您的心中有神吗 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这么说 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 因为人若爱世界就不会再有爱父的心了 凡属世界的 如肉体的私欲 眼目的情欲 和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那里来的 而是从世界来的 这世界和其中一切的私欲 都要过去 但遵守上帝旨意的人 永远长存 在结束前 让我们一起听 文远牧师 唱一首诗歌 也借此质问我们 是否爱神 科目神 向路 科目 吸水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I want you more than no I'll still only you can satisfy You alone are the real I keep behind the air The well of my life You alone are the real I'm still about you You alone are the real I'll still be here You alone are my heart Designer and I love You love us in me You alone are the real I'm still about you You alone are my spirit You alone are my heart Designer and I love To worship you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